这一夜同样很年轻 才30岁的硕士高材生 他从19岁开始买股票 曾经在两个月之内赔掉了上百万 不过现在他靠着一套统计归纳学 找出的是个股的关键筹码 让他在短短6年之内 拿200万滚出了800万 我的名字是Jordan Belford 我变成26年 我赚了49万块钱 有人精准操盘站稳华尔街 同样英雄出少年还有他 名叫卡芳斯国立大学物理硕士 曾经是年薪百万工程师 才30岁靠200万买股 6年滚出800万身价 人类的进步来自于懒 找一套方式去照着执行就好了 理工底子没白费进出场 让数字说话 象征股市动能的M1B 连续两个月正向上涨 多头来临 下跌代表空头 对他是有点落后的趋势 但他比较他相对来说准 但他如果是长达半年以上的多空的话 他一般来说他会让你知道 接着找出影响股价最关键筹码 卡芳斯独创统计归纳 纵轴是买卖占市场股权比 横轴是下个月涨跌幅 以台积电来举例 外资买进直接推高股价 大约80%准确 融资投信只有50% 跟着外资进出等于多赚少赔 外资买大部分的时间 这只股票都是涨的 那每只股票不太一样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你的手票 你手上这只股票 影响他这只股票 最关键的控盘人是谁 卡芳斯提醒 全职股难让少数人操纵 最好选台湾50或中型100人员 眼见台股攻胜9600点 居高更得思维 在M1B在下修的状况下 在97980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如果真的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做 我会建议做高档的一个 价差避险的动作 淘淘不绝的投资金 其实卡芳斯19岁开始投入股市 花三年时间把30万翻成200万 没想到两个月内获利全部赔光 其实你绩效再好也没有用 因为你每把都欧因 每把都没有考虑风险 每把都想要 那就是两把就再见了 古海归零再出发 青年急升追随关键控盘者 每年稳赚两成以上 累计出过人的实战绩效 东森财经新闻 陈敏芳和昆元李昂丽 太阳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